如果說他的那個人格特質 一直停留在三到六歲 這個獵母情節 這個階段 姓蕾琪這個階段 他的人格就會對自己很有信心 然後對自己所做的事 感到驕傲 然後他經歷其實是很旺盛的 然後很喜歡引人注意 然後他們也喜歡挑戰權力 很喜歡高人一等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他攻擊力也會比較強 特別是對別人的語言的習慣 都會直言不會 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那這個我都覺得還蠻多人格特質 很像他 那如果說他在現實生活 沒有辦法滿足他自己高人一點 對自己的行為覺得很驕傲 那他可能會用一些奇特的方式 去感覺到他對自己的行為 要感覺到很驕傲 要感覺到我是高人的 戀母情節的人 是說他交的女朋友年紀都是大的 其實是有的 而且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我覺得他戀母情節 還有反應在另外一個 他喜歡的女性可能胸部都會是豐滿的 為什麼 因為像口腔期的 如果他是停留在口腔期 他就會特別喜歡西雲的快感 那他如果在戀母情節 還蠻多會反應在 就是特別偏愛胸部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呢 你是說他在戀母情節的人 長大以後 長大以後 在婚姻上 在婚姻上面 除了這個以外啦 年齡比較大照顧他 就像媽媽一樣 就是無條件的照顧他 然後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 也因為他 妳覺得這樣會有交友上的 交女朋友上的困難嗎 婚姻上的困難嗎 他在戀愛當中啊 我相信他的依附關係是很強大的 可能女生要去哪裡 他可能都會跟著他 依附關係 就是他有一些不安全的依附 所以他有可能會一直跟著他 或者是跟他的依戀關係是很深的 所以有些時候 我看孫安佐的行為 我會感覺如果他現在有一個 非常愛他的女生出現 然後那個女生又非常的成熟 穩重 然後能夠帶領他走向一個好的道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我覺得這個會對他很有幫助 因為會給他一個很安定的力量 我希望他可以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那這個人就取代了底因了 對 他需要有另外一個對象 那這個媽媽會挑剔媳婦 會 我又沒有問你 婆媳問題就來了 我會感覺會 因為他兩個的依附關係 媽媽他的位子從小 就已經是從兒子的角色 生到伴侶的角色 陪伴也好 或者是依附的關係 已經不是我們一般的依附關係了 那以這樣的狀況 如果多了一個媳婦來 那我會不會覺得 當我的兒子非常非常愛他的女朋友 太太的時候 還不要到太太 愛他女朋友的時候 你覺得媽媽會不會 有一點小小的吃醋呢 或是心裡難免覺得不痛快呢 或者是說難免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孫安佐會在兩個女人當中 兩邊都要去按耐 好 那我請教吳老師 所以要做敵人的媳婦容易嗎 我先不講這個好不好 先講前面一句話 就是很多的女生 要不要嫁這個男人的時候 因為常常聽到這個男生說 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我媽媽建議什麼什麼 那個就是媽寶了 什麼事情都先媽媽說 對 然後你另外的問題是說 我是說敵人要做敵人的媳婦 那很不簡單 那個你可以 我覺得你可以 你身心健全 讓我們不曉得眼睛要放哪裡了 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蘇安佐應該看 而且你少看了一個人 我覺得蘇安佐應該看不上我 看不上我 他喜歡的女生更漂亮 因為他媽媽真的很漂亮 其實你如果看他的女朋友 跟他媽媽放在一起 其實是有些相似性的 我有看到他那個女朋友的照片 也非常漂亮 那個 對喔 那個 看一下 胸懷壯志 所以他在尋找另外一個媽媽 我不行 好 我退掉 退掉 尋找另外一個媽媽 其實因為他熟悉那個習慣 習性 尋找另外一個媽媽 所以原來的媽媽就受不了 那一定 那個婆媳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臺灣蠻多這樣的案例 就是到我辦公室很多媽媽就很憔悴 然後很痛苦 然後痛不欲生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媽媽都過度的愛 然後失去自己 他就沒有那個兒子 就好像失魂落魄快要死掉了 其實他還有其他的小孩 可是他會把專注力專注在那一個小孩 那尤其是這一個小孩 有了這個女朋友 我們不要說介入婚姻 我碰到很多案例 就是這個女孩 這個兒子交了女朋友的時候 他來我辦公室都說 老師 我要麻煩你給我沾一個不好的頭髮 說誰的頭髮 他說我兒子 我說你怎麼覺得他不好 我沒有教育啦 那我沒有教育 說你沒有教育就是不好 你為什麼沒有教育 那我都會聽他們敘述完之後呢 我就會說媽媽 那因為這是你兒子的一個選擇 他內心會跟你 因為來都是已經 兩個產生很大的對立 然後親子關係已經碰到很大的危機 他會來找我 那我會告訴他說 他 你有沒有問過你的兒子 為什麼喜歡這個女生 你有沒有跟他肯談過 你了解你兒子的需要嗎 一般都沒有 一般都會介入不喜歡 然後就是到最後小孩子都離開媽媽 對 然後找不到孩子 甚至就是都關機 然後換電話 我告訴你 媽媽的兒子 如果沒有幸福也怪老母 你偷偷他摺掉了 所以很多的媽媽 像孫安佐的媽媽 就是有親密恐懼症 親密恐懼症 他覺得自己從小的成長 家庭 原生家庭的背景下 他沒有被充分的關愛 瞭解支持 所以他覺得自己不夠好 對 然後常常覺得害怕被拋棄 所以我生一個小孩 這個我的 都我來管 對對對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很需要好好地去自我探索 進入那個醫療 心理醫療系統 瞭解 好 這個孫安佐一直認為臺灣是一個對他有敵意的地方 他說你就想像我是一個有PTSD的患者一樣 就所謂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他說然後前幾天才有兩臺大卡車 又想要蓄意謀殺把我撞了 在臺灣我從來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國家可以讓我PTSD又更惡化一樣 單純是這樣而已 沒有對大家有什麼敵意這樣 對我來講 我已經沒什麼需要好擔心的了 所以呢 我最需要學會的就是怎麼放鬆 因為臺灣是一個很有敵意的地方 你就想像一個 因為臺灣是一個很有敵意的地方 你們就想像一個 因為我不是軍人 但我有PTSD 我在一個有那麼多敵意的地方 請問我要怎麼放鬆呢 每個人看到我都很不自然 我想請教一下郭律師 你會覺得臺灣對你是有敵意的地方嗎 臺灣 我覺得大部分我們都是還充滿友善的 我們都有外國人來說 就覺得我雖然不會講英文 跟他比手畫腳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沒有 但反而是他有時候是這樣 是他心裡覺得 他其實也有一些狀況 他看每個人都覺得對我有敵意 其實別人都沒有那個想法 他有一點這個狀況出現 你們覺得誰對臺灣對你們有敵意 沒有 那為什麼他沒有 為什麼孫安卓會有 為什麼 就是可能網路吧 對啊 就是像我講的那樣 因為他就是一個指標 一個好像就是會闖禍 然後每次有新聞出來 都是負面新聞 然後就是讓父母很擔心 因為他也想要把這個標籤丟掉 那我我但是其實媒體也有報導 他好的地方去參加那個健美的比賽 拿到名次 然後他自己也有成立公司 然後再接一些案子 他還要當經紀人 所以我覺得孫安卓千萬不要這樣想 對 因為你看看黃仁勳 黃仁勳來到臺灣 他幾乎謝謝每一個人 感恩 他謝謝臺灣 他謝謝張忠謀 他謝謝臺積電 他甚至於去雅琪亞 謝謝那個女老闆 謝謝大家 這意思就是說 他內心充滿了感恩 感恩的人才會成功 你覺得每個人對你有敵意 就表示你內心 其實在防衛者 你很難 你這樣很難存活 黃仁勳有一句話很好 他就說我喜歡看人家成功 看人家成功 好好的欣賞人家的這個成功 成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情